今天开始新的另外一个方法论 那我们在过去四个星期 我们跟各位这些讲的交了逻辑 那逻辑就是我们用的 基本上是演艺法 还有飞行式逻辑的方式 来帮助各位同学理解 当我们做一个哲学智商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去找到 对方的观念性的问题 所以我在开学的时候 就跟各位这些提过 说这个哲学智商 我们有三个基本的原则 那第一个原则就是因为 没有病人的概念 那既然没有病人的概念 我们怎么样抓到对方的观念里面的 不符合逻辑的地方 所以我们第一我们一定要理解 我们对我们的Klein的这个观念 我们认为他没有病人 他不是一个病人 但只是观念不适当 不是恰当 所以可能是因为逻辑的关系 出了问题 所以我开始跟各位同学提到 那个太太 她认为凡是男人都应该做一切的决定 那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错误的 那如果说你把他抓出来 他的逻辑的观念 指出来他这个观念是不适用的时候 自然就解除了他心中的一些疑虑 当然也消除了他很多的情绪的问题 所以这是我们在过去做的 现在第二个我们就是跟各位同学来讲 这个苏格拉里方法 都可以把那个灯关一下 中间那个灯 那苏格拉里方法 各位同学都知道 这张画是非常有名的一幅画 就是苏格拉里临终的时候 那我们现在看看这些人物啊 这些人物 然后各位同学都知道 在柏拉图对话录里面描写 苏格拉里过世的这一段过程里面 非常的鲜活 然后苏格拉里死的时候是七十二岁 你看七十二岁的人还有胸肌 不容易啊 对不对 然后你看身体还那么健康 你看他那个右手的肌肉啊 很壮 表示这个人 同胞一直到年老啊 都还是很努力在工作的人 然后你看他的脚的那个小腿肉啊 小腿肌肉啊 是很强健的 所以表示那个时候 他是一个圣年的一个人 然后他就决定他自己要死亡 那到底他为了什么 所以我们很多人说 说他为了追寻他自己心目中 所认为的真理 可是在当时的希腊的社会里面 可能对他并不亮提啊 对不对 那到底他观念有没有正确呢 他的观念是不是正确呢 所以我们看在这幅画里面 我们可以看得到啊 好 那这里面就是看各位同学 当然我们看到把那个杯子 别墅的那里呢 是个狱子 就是行情观 那他就在那边堵酒 堵酒给他 那在历史上 像这样的话 有三副到四副不同的方式啊 那就是要说明到底是怎么样 然后两个人 这两个人在他身边的两个人 一个穿白衣服的白头发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黑头发的 这两个人 然后一个是柏拉图 一个是埃里斯蒂普斯 埃里斯蒂普斯 但是你们看到没有 苏格拉图 所以右手 对不对 他右手去拿 拿毒酒 左手 指出 往上指 下面说什么 我生命中的意义跟目标 也就是说 说明白那个哲学 的目标 是超越人的 是超越人的 是走向更高的层次 所以这个苏格拉图 对话 我们可以看到苏格拉图里面 他提到 那各位同学都了解 苏格拉图这一生啊 最重要他就是 教导他的学生 教导他的学生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给各位同学 做一个参考 好 我们看下一页 那苏格拉图 这个人长得不怎么样 长得在历史上 是有名的难看 有名的难看 苏格拉里生于西渊前469年 苏格拉里的龙毛 谈不上好看 据威尔杜兰 在他所作的 《西洋诚言史话》的 Story of philosophy的记载 说他有光秃秃的头 大大的眼睛 深陷的眼眶 宽阔而朝天的鼻子 朝天鼻啊 那这个 活像一个挑夫 有的书上更说 他有一个变变的大夫 如此这般的一幅古怪像 再配上蛮山的脚步 自然是够难看的 没有想到 我们在西洋哲学里面 这么崇敬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哲学家 长成这个样子 然后走路那么难看了 所以有时候不能从外表 看一个人 对不对 不能从外表看一个人 那苏格拉里在世都经常批评政治 攻击诡辩学派 那种刺死不屈的精神 同样身为世人所信用 所以很清楚了 既然你自己坚持某些原则 又说政治不好 一直在批评政府 对不对 然后最后呢 政府当抓你的时候 那请问人家怎么做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个 哲学家的一个态度了 你要不要去复合那些 不符合正义跟真理的道路的那些政治们 政客们或者政治的隐藏 所以各位同学我们看到最近 不是那个气象局 中央气象局局的那个什么 预防中心主任有没有 他就觉得这个社会啊 他就说礼盲啊 有烂情 所以他就决定不干 你看我们行政院长又讲了三次叫碗牛汤 他还是就这样退 牛很简单 因为他不认为你们这些政府的人物啊 是诚心诚意的 他只是去复合民意 所以为一个念哲学的人来讲 苏格拉底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种信念 不要去复合民意 而要符合真理之道 符合真理之道 这才是我们生命中念哲学的人 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那这个真理当然是一个很高的价值 非常高的价值 所以因此我们知道很多的法律啊 它不见得 虽然它给国民定了一些法律 但是请记住 这些法律不一定是真理 不一定是正义 那只是符合 比如说我们需要给同学们做的一些规定 那同学们就要不爽 对不对 来抗议 那我们就把规定改掉 理由就在这里啊 所以理由就是 比如说你们在上次提到的学课啊 什么这个全人中心啊 这样问题那样的问题有没有 那我们回去就检讨 我就叫他们去检讨 到底怎么回事 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学生会这个 到底是因为学生的问题 还是因为我们规定的问题 还是因为我们在执法上的困难的问题 所以我们回去检讨啊 所以你们听到以后很高兴啊 对不对 那我们就去改嘛 对不对 可是如果我发觉是学生的问题的时候 那只是因为你不爽而已嘛 那你不爽不代表我错啊 对不对 所以各位同学记住啊 当我们说别人错的时候啊 不代表自己是对的 所以我常常很理智气壮 只是哎呀你错你错你错 好像以为自己是对的 其实不见得你都觉得是对的 所以有时候 有时候很多事情不是完全的全面的 有时候我们只看到某一面 那我们就说这个 所以这个苏格拉里法就是做了这样的事情 好 下一页 那苏格拉里方法 那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苏格拉里方法有很多种 很多种的方法 那流行的方法就是 一般我们都用的叫做讽刺法 或者有人叫惨破法 也有人叫它诡辩法 不一样 有不同的方法 所以等等我们要来做这样的演练 那苏格拉里方法为了有效的传授知识 以达到道德教育的目的 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看得出来 苏格拉里其实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达到教育的目的 道德教育的目的 让每一个人成为一个有德的人 有品性的 有品性的 所以你看我们台湾社会的麻烦就在这里 它好像是媒体在主宰一切 在主管这个社会的发展 所以你看如果一个人一生都非常努力 一个人一生都非常努力 就后来年老的时候错了一个错 那我们就说这个人怎么样 晚节不保 对不对 就麻烦大了 所以这个都不好 所以我们看看传教育 所以苏格拉里提出的著名的教学法 我们叫做苏格拉里方法 苏格拉里方法 那如果苏格拉里方简称 在现在在教学里面 我们很重要的一些方法 苏格拉里方法就是 以问题为导向的方法 以问题为导向的方法 那福大的医学院 医学系 就用了这个方法 叫做PBL Problem Basics Learning 以问题为导向的学习方法 就是说我给你一个问题 然后你们去研究 所以各位同学都知道 我们福人大学的医科 医学系的同学 那今年已经毕业第三年了 那每一年毕业的同学去考国家考试 都考了个全国第一 因太大 所以大家都很惊讶 说道理福人大学用了什么神奇妙法 来教导学生 让学生考试 可以这样顺利过关 那各位同学都知道 医科的学生 考试如果考识到没考过 他就不能职业 对不对 那就不能当医生 他考试有两种 一种是什么 是基础医学 就是谈那个医理 医学的基本的理论 那第二个叫做临床 临床医学 就是看你这个看疹啊 对不对 看药啊这样 就我们两个都考全国第一啊 人家就觉得福人怎么那么厉害 后来他们就来检视福人的教学法 发觉我们需要医学的教学法 就用了什么 就用了这个方法 叫做PBL教学法 PBL教学法 在最早开始的是 从美国的Denford大学开始 后来加拿大开始做 很多学校都在做 那台湾最开始做事太大 台湾做到一般做不下去了 他说不可能全面实施 你怎么可能从一到一五 都在做这个呢 不可能的 所以他们就后来就没办法做了 那福大就坚持 为什么福大坚持 因为福大的医学系系主任 是台大小儿科的主任 他来他觉得这方非常好 所以他就跟学校讲 那我们算了一下 这个称德可不得了 你知道我们学校医科的学生 医科学几次 交七万五千块钱的学杂费 比你们贵很多吧 比你们贵很多 七万 我们他认为太少啊 我们想把它提到二十万 因为你想看台湾念医科 那如果提二十万他也会来念嘛 对不对 可是如果哲学系提二十万 没有人来念了 这个是我们的差别 所以他们就说我们发现 一个小半次嘛 他分小组嘛 就好像我们刚才跟各位讨论一下 你每一个组织四个五个人 那他就给你问题 然后你就去做研究 老师就不上科 去做研究 做研究 你回来报告老师 才告诉我们 说有问题在哪里 所以这个东西 就对老师来讲 很大的挑战 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方法论 所以苏格拉的方法 就是指在跟学生 对谈话的过程中 并不直接了当地 把学生所应该知道的知识告诉他 而是通过讨论问答 甚至于辩论的方式 来揭露对方认识中的矛盾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 在面对我们对哲学智商的第一个要点 就是我们认为没有必认的概念 不是却有观念的问题 就是你的观念如果不适合 没有办法去解决 你有的一个信念 或者你有的一个观念 并没有办法去解决你的问题 那时候我怎么办 所以我们就指出 你的观念里面的困难 那你这观念 没有办法去解决你的问题 那在心理辅导来讲 他们也不做这个事 因为他们没办法 对这个事情有更多的理解 那各位同学都知道 念心理辅导的人 他们对哲学的训练 他们来说是不够的 不够的 所以他碰到这些关键问题的时候 他就没有办法去归一类 所以这是我们哲学系的优点 做哲学智商的优点 可是你做辅导的是因为 我们哲学系过去 没有这种经验 没有这种能力 所以我们做辅导的过程里面 我们就不如心理系 我们就不如明星系的同学 因为他们在这方面的训练 他们的实务训练是很多的 对不对 他说如果我看最近心理系要改名了 叫心理哲学系 一大堆老师都在念哲学 他们都开始改 对不对 我想你是心理系同学吗 对不对 就好像你们老师都在念 讲哲学嘛 特别讲心理学的认识论 到底你要 心理学要发展出一套 什么样的知识 你要给病人 你要给client 一种什么样的观念 这个就是建造哲学问题 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 逐步引导学生 自己最后得到正确答案的方法 那苏格拉里的方法 包括第一个讽刺法 就是不断提出问题 使对方陷入矛盾之中 并迫使其承认自己 这是第一种方法 第二种叫助产 叫启发引导学生 使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得出结论 第三个呢 归纳和定义法 是一共四种 第一种叫讽刺法 第二种叫做助产法 第三种叫归纳法 第四种叫定义法 那由于苏格拉里把教师 比喻为知识的产博 因此苏格拉里的方法 也被人们称为产博术 那各位同学都知道 产博就是助产师嘛 对不对 助产师你看一个孕妇 她要生产 那生产就要送到医院去 那妇产科医生就要帮她生啊 就说这个产妇 生了半天生不下来 然后医生就跟她说 你下来 我来帮你生 那会有什么结果 根本就不对嘛 对不对 产妇你生不下来 你下来我帮你生 那这个就不对了 对不对 这就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发觉 那个助产师啊 医生嘛 妇产科医师 她要帮助产妇能够顺产 所以在她所有的困难中 她要帮忙她去解决 她的问题跟困难 不然的话 你怎么去帮忙她解决 她的问题跟困难 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 一个问题 就是说她的产博数 然后下一页我们再看 什么是正义 波罗马赫斯认为欠债还债 欠债还钱 理所在乱 我们中国人说 这个欠债还钱 债戒不难嘛 对不对 你欠债不还钱 债戒就难嘛 对不对 所以就是这个 不正义的原则 就是正义 好 这个我看见 我们每个都认为 对啊 欠债还钱 就是正义啊 对不对 你认为对不对 你认为对不对 你欠我钱 你还我钱 对不对 应该嘛 可是现在我们台湾社会 看到很多人欠人家钱 怎么还不起啊 对不对 好 可是你这看 数到哪里 用什么方法 她说那么什么时候 合伙用钱 正义才是一个 叫好的伙伴呢 她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当波罗马赫斯认为 欠债还债 就是正义 你欠钱还钱 就是正义 这个我们在一般的常识 来讲都是正确的 没有错啊 可是你看 数到哪里就 为了要教导这个学生 说欠债还钱 可能并不一定 完全是属于 不是 所以她就用了一个例子 她说 什么时候 合伙用钱 正义的人才是一个 叫好的伙伴 什么样的时候 我们 合伙用钱 比如说我们 join 搬费 搬费就是 合伙用钱嘛 对不对 搬费 你们现在一个学期要交多少钱 一个学期要交多少钱 不交了 你叫我们交钱 交办公费 不交你们大四年级就免交啊 那你们自己那年一千 大四交什么 大一的收钱 就交了啊 所以每年一年一千嘛 交四千 用到现在没有用完啊 所以你们看 你们就发觉没有 这里面有一个质疑 对不对 我大一交了四千块钱 你现在大姐 大四 那到底怎么用的也不晓得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程序的问题了 有没有 就是说你用钱的程序 服不服责 那班长在哪里 谁在管这些事 有没有在现场 哇这很尴尬 那这才是一个叫伙伴吗 就问了 开始问问题了 所以如果说欠债还钱 那当我们合伙的时候 大家都在 把我们每一个钱 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在使用钱的时候 那请问 这个使用的人 他是用了我们的钱 对不对 因为你们每个人都叫四千块嘛 每个人叫四千块 所以他在用我们的钱 所以我们今天 最近台湾不是发生一个这个事情吗 我们每个人都交了税 然后有一个人大概在用我们的钱 那也不知道用哪哪里 然后这个 所以我们大概都在猜 如果万一他被加四的话 他的那个加四金啊 保四金应该多少钱 我觉得应该是一百亿 对不对 可能还不止 因为他用了我们的钱 可能还不止一百亿 所以这个里面就看 所以他说 当你要妥善的保管钱财的时候 就是你要妥善保管钱财 就是怎么用 然后你怎么样保管这个钱 对不对 像昨天那个 昨天报上不是灯 有一件什么 什么运钞车 有没有 门没关好 一路开一路丢钱 丢了七百五十万 有没有 丢了满地 后面一直追 所以钱价了 根本昏蓝不绝 那就说明你没有妥善保管这笔钱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班上有六十个同学 每一个人交四千块 多少钱 二十四万 很大一笔钱啊 可以买一辆车了 对不对 可以买一辆车了 买电视可以买好大的一部 一台电视 对不对 根本还蛮很好的东西 所以就说 意思是当你不用钱 而要儲存钱的时候吗 他说也是 看到没有 这个学生已经上当了 已经被老师的问局 受了陷阱 所以我们现在就问 陷阱在哪里 因为他有一个前提 书克拉里用了一个前提 跟这个学生用的前提是不一样的 学生的前提是欠债还债 对不对 就叫正义 可是呢 老师给了一个东西 问他说 合伙用钱 这一个是 叫好的伙伴吗 那他说 如果你妥善保管钱财的时候 这个人就是一个叫好的伙伴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学生已经被老师引导了 对啊 引导了 就跳在这种状况 所以因此学生就回来说 是 那这不是当金钱没有用的时候 才是正义游的词吗 他用了一个 倒置的方式 来凸显 你这个欠债还钱本身的问题 那于是说 你不要用的时候 你就活正义嘛 结果这个学生说 好像是这么回事 看到没有 这个学生就发觉 这个逻辑就出了问题 逻辑就出了问题 所以我们就问 当我们使用欠财的时候 我们大家交了学杂费 放到学校 那学校就公布啊 各位同学你们知道怎么去查学校的账 是不是啊 上网啊 我们有一个账啊 就是学校的每年的开支都在里面的 你们一要查就可以查 所以 我们学校每年都有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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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计的 那个委员 我们学校有这个插 就是 基插委员会 我们都是由教授 然后 都组成 教授们组成的 而且这个不是校长指定的 是他们选出来的 就你猜他们怎么样 每一个基插委员 新任的这个基插委员 集合委员会的委员 第一个先查谁的账 先查校长的账 看看校长 后来他们发觉 校长账很乏味 根本没得好差 校长五年来 从来没有为自己调整过 一毛钱的费用 从来没有增加过 只有减少没有增加 所以他们说 那你校长 你常常看到你住在国外跑 捐那么多钱 那先去哪里了 都不在校长身边 都在哪里 都在每一个系 每一个系里面 都因为校长捐款 去到处去捐 所以每一个系里面 都会有联系 所以这个里面就是 等于校长 为全体的模糊力 所以到今天为止 我还没有被同仁们质疑 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我的预算里面 我用我的预算 支付我的一切的费用 当然不够啊 不够那怎么办呢 就自己贴 就自己贴其可 那你们大家就说 哎呀 校长怎么可以这样 你明明为学校做事情 怎么自己贴钱呢 后来我自己发现 贴钱绝对比 用学校的钱要好得多 为什么 因为你用学校的钱 一定会来讲 哎呀 校长浪费啊 那我用了我自己的薪水 那你怎么发现 我常常买礼物送很重要的人 然后买礼物 都是买很好的礼物 送人家 然后人家就给我更好的回馈 就更好捐款回给学校 对不对 我也没有抽成啊 很多学校在抽成啊 可以抽百分之十 对不对 各位想到如果去年 我这位府人大学捐了几亿啊 抽百分之十的话 几千万呢 百分之十嘛 对不对 十分之一嘛 一亿的话 我捐款一亿 我就抽一千万了 好几亿啊 最近我不是谈好一个东西 要盖我们需要医院 那我跟那个人谈好了 二十亿嘛 那我抽成吧 好像比乐透还要厉害啊 而且目标明确啊 很快就可以达成 变成亿万富 而且这是合法的啊 你没有什么不合法 对不对 我给抽啊 可是后来我说都不要 我说我就通通给学校 那这里面我们就说 这个就是逻辑上的困难 好